大家好 這裡是看你大伯 不專業重車分享 我是大伯 AG OK 那非常 首先我們要感謝元氣轉速 國際有限公司的 提供這麼棒的場地 跟這麼高端的一台車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那這台車呢 第一眼可能看到 你可能覺得它只是一台普通的RSV4 但是呢你仔細看呢 卻不然 它不是RSV4而已 它還加上GP兩個字 那GP兩個字呢 非常簡單 就是MOTO GP 首先呢 我們要跟各位講一下它的大燈 它的大燈呢 非常非常特別 它是沒有大燈的 它是用貼紙下去做的 所以一開始你覺得 是不是被搞怪了還是什麼 並不是 它是因為沒有大燈 大家也知道MOTO GP 本來就不會有大燈嘛 所以它是沒有大燈的 那當然你只要看到那些碳纖維 你就知道它的來頭不小 那當然它就是來自於RSV4的FWGP 好 OK 那當然我們剛才有講到前叉呢 前叉當然要配上FGR的300 這一定不用講 一定要代表它的身份地位 所以一定要配到這麼好的 那當然它的 煞車碟板一樣是配上 配上Brembo的T-Drive 這是屬於它的駐造最高端的 它等於就是MOTO GP等級的東西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屌的一組煞車 那當然呢 唯一比較特別的 它是有兩組 線控電腦 它是屬於 它是什麼 速度的 速度感知器 速度感知器 它是兩組 我們一般市售車來說 只做一組 但它是做成兩組 那為什麼它做兩組呢 它為了預防它 另外一組不小心掛掉 還有另外一組可以使用 所以在GP上面呢 它是作為兩組 速度感知器 OK 那當然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要講到後面的部分 那這支排氣管也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非常開心 一樣是非常開心 這支排氣管要44萬台幣 我看這個 這個加起來 兩個都要8萬 好那當然為什麼這個這麼貴呢 當然它跟市售板完全是不同 它是完全焊死的狀況下 不是用鉚釘接 應該說鉚釘接的方式 來做這支排氣管 所以這支排氣管呢 應該只能在MOTO GP的摩托車上面 才看得到 所以 44萬 OK 好再來 就是這個 大家有看到 不要看這銀色的這個後搖壁 看看它沒什麼 它一樣也是一體成型 應該是從這麼大一塊 下去修修修修修 下去切削做成 那很高興呢 這塊呢 是要58萬 所以 這個加這個 噢 100幾萬耶 我的車還沒有那麼高 我告訴你 這一支排氣管 加這個 可以買一台車了 那當然它配上一定是光頭胎 那它的鋁美合金的 鋁圈 那當然配上橘色 他們最經典的 橘 對於綠黑的配色 OK 那當然我們要再來就是講到它引擎的部分 它是目前市售版的MOTO GP唯一配備氣動式的那個引擎 那當然氣動式特別呢就是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氣瓶 它是必須靠這個氣瓶的作動來牽引它的引擎 然後可以炸到大概200元 原廠是說保證250匹馬力 所以你看這個車多誇張 那我們講到變速箱的部分 這個變速箱非常的特別 它並不是傳統式的 它是無縫的變速箱 無縫應該是在嘉義那邊 對 好 這個梗筋用過不好笑 OK 無縫之人 那當然它可以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那耐用度又更好 那一般來說已經沒有 一般這種GP應該沒有在做外露 是應該只有它才有做 市售 市售應該沒有做 對啊 那我要自己露不行 可以啊 OK 如果市售來說 它是沒有外露 但是它做得比較特殊 它又無縫接軌 所以 這變速箱也是非常誇張的貴 它的車頭部分呢 這台車呢 應該是說輕量化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輕了 它連它的車頭 你有注意看一下 它這邊這個 這個腳 它是完全就是CNC下去切削一體式的 所以它也是非常非常的輕 但大家應該有發現 為什麼它的握把這邊會有這個鋼絲 這個叫俗稱叫做保安鋼絲 那為什麼叫保安鋼絲呢 因為你也知道 在MOTO GP上面動不動動 動輒就300公里 因為速度過高的關係 它怕震動過大 所以不單單只有在手把的部分 然後連引擎很多內部都有 綁上保安鋼絲 那在其他的部分呢 當然它配的就是Bosch的那個陀螺椅 它有三顆 那一般來說我們市售版的陀螺椅呢 它是可以 可以在15 只有一顆 那但是它的誤差值可以在15%左右 但是這個車是沒辦法 這輛車高速的狀況下 它的誤差值只有5%而已 而且它配了三顆 誇不誇張 好吧 OK 那其他的部分呢 當然電腦部分我們就不用多做講 它可以改變它一些設定 那當然它裡面還有一個 Aprilia自己所設定的一個騎乘的紀錄的電腦 叫APX2 所以它們自己所自己 自己設計跟創造的一個 那個什麼什麼 旅程 那行程 是不是叫什麼 行程電腦 行車 行車記錄 行車記錄 市售版也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比較進階的 對 這是進階的 這是進階的 有錢我也想要進階 好不好 那當然大家有看到 當然就是這些 這個 這就是什麼 有一個像巧克力 M M巧克力 當然這可以自訂自己的那個 模式 可以自訂自己的模式 幹這真的很巧 這挖兩個洞這樣全部都碳纖維 超帥的 幹好想擁有 就沒有錢而已 好啦我們現在講一下 那它的引擎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有講是氣動式的引擎 那當然氣動式引擎 一要呢 可以讓它這台車轉速到2萬轉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保證250匹 2萬轉是非常誇張的 一般我們都騎不到 我大概只騎到2千轉就換檔 這兩萬轉我應該是做不到 所以這台車呢 我應該怎麼說 氣動式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引擎 好嗎 雖然我沒有什麼研究氣動式 但是我知道它非常非常棒 而且還有一個氣瓶打動它 讓它打通它的任督二脈 才能開啟它的250匹的力量 不過這個車呢 要在台灣騎的機率應該也不多啦 說真的台灣的場地也比較少 所以能夠真的能夠騎的 當然就真的也不多 這個驗車呢 這個在台灣應該是驗不過啦 這是沒辦法驗的 比較特殊的車 可能比較驗不過 所以這個車呢 就是要嘛就是擺在家裡 要嘛就是請祭司來幫你發動 帶你出去騎車 就是這樣而已 好那當然今天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沒辦法發動 因為這個車裡面機油都沒有上 好單純我們就是一台車 可以讓分享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車能見度 非常非常少 全攤就一台而已 好全攤就這麼一台 還是多摸幾下 OK 那我們車子呢 基本的東西也介紹到一個階段 那我們今天要邀請到我們的 好朋友好兄弟 大家應該也知道是誰 他也是RSV4的車主 那如果看我們之前的不專業介紹 也介紹到他的車 那我們就換一下我們的小包 來吧 沒有人怕婆娥 不用怕婆娥 不用怕婆娥 OK 那你第一眼看到的 我們一到現場 你看到的感覺是怎麼樣 帥 因為剛剛這一台啊 沒有問過天董 那它為什麼會讓 我們大家感覺 它是那麼的超值 原因是因為 你在買別的廠車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廠車退役下來的 人家可能騎壞了 不要的那一種 可是APRIA這一台 它是 給你一台全新的料 打造一台新的東西給你 整個技術都下放下來的東西 所以你說買一台 花500多萬嘛 599 台幣是599 599花這個錢去買一台廠車回來 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 全部都給你了 你想得到了 給你了 你想不到了 也是給你了 這些配備 它是專屬於賽道用的東西 對 那 你說 你說看到這些東西 你看 但 所有的FGR300 你真的要去買一台原廠車來 然後把改裝上去 其實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原廠就配給你 而且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 真的花很多錢 而且裝上去還不見得是好 對啊 因為 可能原廠上面 沒有設定就好 對啊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買這台車呢 真的老實說一定要有錢 因為你要發動一次要去請 必須要請兩位義大利的祭司來 要幫他包吃包住 當然也要包睡 但是他是睡他自己 他是睡他自己來 不是我幫他睡 包睡 所以他必須要整個來幫你去做 最好的調教 那甚至什麼其他的 來 來讓你車子可以直接上賽道 所以買這台車呢 也要有錢 也要有閒 不是說買回來擺就好 你要騎 必須要請兩個義大利祭司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台車 OK 那我們廢話也不多說 今天也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 有許願的 我們已經幫你達到了 看到了 有看到了 我還可以摸 怎麼樣 OK 那就下次見 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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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